9月15日晚,2015GQ杂志人物盛典在互举办 台北冰,李晨,佟大为,陈坤,李怡峰,陆涵,景博然,张慧文,刘涛,黄轩等近百位明星起居一堂 值得一提的是,当晚一大波时下最火的鲜肉们,男神们也是闪亮登场 这比拼人气,比拼时尚什么的,自然也是少不了的 当晚发飞飞,李晨这对明星情侣并没有同时一起走红毯 对此,李晨坦言并没有刻意回避 更表示当天出席活动,身着的迷彩西装这是女优所送 还承认范爷很旺夫 为什么会想到这个装扮 这个装扮 是明明姐她的吗 对,是她送我的 那今天怎么没有跟她一起走呢 对,反正我以前也没少参加,现在也会参加的更多 那今天明明姐也来吗,为什么两个人一起走不开呢 我的司机迷路了,然后没有找到 所以也没有刻意迷他 也没有,反正等一下她可能会来 因为我们是两个车 而随后感到的范明明则化身花仙子 以一身碎花公主情亮相,仙气十足 那被记者问到是不是打算衣食住行都一手全包男友时 她明明也是变身幸福小女人 李晨的西装是你送给她的 为什么要穿那样的西装给她 就看到了挺好看的 你是打算衣食住行一手全包她吗 那女生是不是就应该做一些这样的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算衣食住行一顶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算衡量